好 前阵子有一个学生问我说 我为什么要做性别科技的研究 那借由这个机会把它整理一下 第一个是个人的经验 就是常常我做一个研究 都是因为个人的一些经验 第一个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教授 记得那时候是快要过年之前 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在课堂上跟我们说 我的儿子是医生 我的媳妇也是医生 但是我的媳妇到我家 他要下厨房做菜给我吃 但是我儿子不用 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是非常开心跟得意的 他的脸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我也不晓得我为什么会那么在乎这件事 好 第二个经验是 我的一个同学也是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我们认识很久了 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 然后工作也很好 有个很稳定的工作 让人亲母的一个工作 但是后来他嫁给了跟一位男生结婚 然后那位男生应该也是从表象看来也都很好 包括是一个有一个很好的稳定的工作 收入也还不错 因为他的成长经验跟我是几乎重叠的 所以我们几乎是从小到大都是好朋友 结果过一阵子 他结婚差不多一两年吧 他打电话给我 原来他现在已经停止工作了 原因是他得了忧郁症 理由是呢 他很爱做菜 然后他每次都想要做好的菜给家人吃 可是呢 他的婆婆就一直站在后面 帮他指指点点说 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比较好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先生呢 他说我的先生都不讲话 这也是给我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一个很好的女孩子 一心一意想要为家人奉献煮 很好吃的菜给家人吃 但是就只是因为他要 他喜欢做菜 然后因为他的先生不愿意帮他 结果得了忧郁症 那后来得忧郁症 我问他说 那你先生跟你婆婆现在怎么办 他是说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工作也没有什么都没了 其实从这两个经验 我就知道说 其实我们台湾的社会 还有更多可以为女孩子 做更多的事 尤其是男生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国际趋势 首先是Emma Watson 就是她是演Harry Potter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Emma 她的这个演讲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欣赏的 就是说为什么她讲到她从小到大的经验 然后为什么她会认为她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所谓女性主义者 她只是认为性别是平等的 然后她提出了一个计划 叫做He for She 她认为说如果男生不要那么的强调男性化 她也能够哭泣 她也能够表达脆弱 那么她就会给女孩子更多的机会 所以她发现运动叫做He for She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演讲就是马拉拉 她就是她是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好 这个Google一下网络上都有 然后她讲到说她希望女孩子能够 全世界的女孩子都能够至少有中学以上的教育 因为在台湾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女孩子尤其是各位可以看一下 她应该是回教徒 所以说她可能有一些经验 那我们可能在她的文化里面 女孩子没有那么一定要受到接受教育 所以说可能有一些经验让她必须要这么做 然后这个演讲我觉得蛮好的 同学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她说她会把她的诺贝尔的和平奖的奖金 都捐献给一个foundation 就是一个基金 有成立马拉拉的一个基金会 然后来支持全世界女孩子接受教育 教育尤其是女孩子 然后就这些方面的时候 其实还有更重大的理由 就是为了更好的未来 就是说之前我曾经在一个会议里面遇到一位澳洲来的亚裔 她说她参加她们学校的性评委员 我就问她说为什么 她是说因为一个团体如果能够男生跟女生能够共振 能够人数是过半的时候 这个团体会是比较幸福的 而且这也是人权 那就对她一个男性来说 其实是大家一起共振 一半的男生一半的女生 或是有多元姓名 其实这个团体会是比较幸福的 这也呼应Emma的he for she 因为现在所有的权力 其实大部分是掌握在男生的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我们大学部 像我们是在教育系 教育系的男生 大学部应该是女生比较多 越到上面 到研究所 到博班 甚至到管理阶层 系上的老师 越上面的管理阶层 男生越来越多 其实我们社会的绝大部分的权力 都还是掌握在男生手里面 或是说 整个的设计是男生的设计 虽然说我们现在有女总统 但是我觉得还有很长远的路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影片也是说 就是其实我们要真正达到性贫 有人估计是至少还要将近100年 或八九十年才能达到 其实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可以让他更努力 把性贫的平等的状态 能够更快的达成呢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想说还要说说 其实性别的不公平 就像马拉拉 他其实性别女 尤其是女生 女生 我觉得这边应该改成女生 female 他其实是不公平里面的 往往在社会里面 其实我不太喜欢说女生是弱势 但是真的 一般来说我做的一些研究 其实也就是一些比较好的状态 应该是说性别女生真的是环境中弱势的一环 包括例如说 社会 假设经济水平比较差的地区 其实常常牺牲的都是女生 然后之前我也看过爱丁堡一个教授 他讲到那个 violence against females 就是其实很大部分的性别平等的 就是说很大部分的那个violence 就是暴力 其实针对女生很多 他的估计是三分之一的女生 从小到大都难难绵绵有经过一些 比较不好的被侵扰的一些经验 其实我个人也有过 因为我念高中的时候 印象非常的深刻 就是我看过那个一些 就是女生会 男生 就是有人会在车上去摸女孩子身上的东西 那这些经验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未来研究 我们可以怎么做的 就我的研究的话 我可以看到其实女孩子跟男生 女孩子有一些特点 就是说她的信心比较低 她在over qualification上 什么叫over qualification 就是她可能 她的女生的薪水普遍是比男生低的 但是她受的学历是比较高的 她即使比较高的学历 她可能也很难拿到相对的薪水 甚至同样的位置 她的薪水都是比较低的 这在全世界的研究 几乎都是这样的趋势 第二个是 Gender Equality Society Fewer STEM gaps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就是说其实一般来说 我们都认为男生的 STEM 就是S是Science 就是科学 T是Technology E是Engineering 工程 M是数学 就是说在工程 理工方面 男生的成绩比女生好 的确是这样 但是呢 如果它是一个 Gender Equal Society的话 这是跨 跨 跨国际的研究 显示说 如果说这个社会 是比较性贫的一个社会 男女之间在理工方面的差异 就会增渐的减少 那这个的话 也让我想要投入就是 其实会不会男生女生 在问题解决过程上 是不同的 或者我们有些研究显示说 在空间方面 是不是男生一直都比较好 或者女生在语言上 或是合作式的问题 解决上是比较好 那中间的过程 中间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可以去探索 然后另外就是 Gender Concern的Technology 因为我们知道 科技人 尤其是工程界 其实目前还是绝大部分 八成以上都是男生比较多 我们看过一些统计数字 就其实 那这样的话 女生尤其在AI的时代 我们是大数据 那男生在设计整个 科技的Friendwork的时候 或是根据大数据在分析的时候 会不会忽略你女性的观点 然后让那个设计就没有不能够 更全面性的做得更好 那作为一个女生 我觉得我们可以更投入科技的领域 让我们产生 就像我说的 为了更好美好的未来 让我们的科技的设计 或者是让每一个女生 或者我们的社会 即使男生也he for sure 男生也需要女生的意见的加入 让整个环境 或是整个设计做得更好 那这样的话 对男生来说 他也会有更好美好的幸福 好 那今天就说到这里 有关于为何要做性别研究 好